美特朗X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命令美国公司立即开始寻找在华经营的替代方案 包括将公司迁回美国 对苹果来说让所有美企离开的威胁 就好像是腹部挨了重重了一拳 跟他的问题在于根本做不到 目前大多数苹果手机都是 在深圳或郑州组装的 具体工作由富士康负责 富士康不仅带来了上百万人的工作岗位 也带来了成千上万生产舍机零部件的厂商 以深圳为中心的集群效应 意味着一部手机 一台笔记本电脑 或一架无人机所失的大部分零件 都能在方圆几十公里内进行生产 美媒称 此前苹果在巴西面临高额的进口关税 于是联合富士康在当地生产苹果手机 富士康在巴西建厂后 并没有进行大量高水平的制造工作 而是继续在中国完成大部分生产工作 这样一来 大部分苹果手机的零部件都是在中国制造 巴西工厂只是完成最后的组装 这也导致新增就业岗位数量 远远不及当地政府的预期 如果苹果手机要在美国进行生产的话 它更有可能会补巴西的后城 而不是形成深圳那样的模式